《龙》代表中国 也是中国著名设计师 齐刚创作意念的云泉 这个主题叫月龙 因为2012大家都知道是龙年了 然后中国的龙年又是 每一次的龙年都会有 很大的事件发生 然后2012已经说了好几年了 大家都觉得 有些人会觉得2012是一个 让人很猜不透的一个年程 其实就是我都做这场发布会 也是让大家觉得 2012年会一个喜悦的龙年 所以这次的设计 都跟龙的主题有关 巧妙结合中国传统 为中国时装设计 展现独有的璀璨魅力 其实中国的文化 要运用的地方真的是很多 你不仅仅说是 用到一些中国水墨 中国的古代的一些 青铜器 陶瓷 然后中国的古建筑 包括一些很美妙的诗歌 等等很多 所以就是看怎样的 把这些中国元素 很好地结合现在的国际时尚 那我觉得这才叫时装的美丽 创作要有冲突才可造就独特的个人风格 时尚就需要几个人 然后一定需要有特别强烈的冲突 要有非常强烈的特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才会被人记住 也才会长此以往地一直会做得越做越好 投身设计行业13年 给大家是一种华丽的享受 然后会有一点中国元素 因为以龙为主题嘛 所以相对来说会有很多的手工 前半段会是高级成衣加利服 后半段是纯粹的高级时装 就非常多的手工工艺 然后会很有创意 应该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自觉享受 香港华丽秀成为中国设计师 向世界展示创新预念的重要舞台 那现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高 我相信以后中国的设计会被 直接上更多的关注 其实现在已经是这样了这几年 所以我觉得无论你在做艺术的也好 或者是你各个方面 你国相新级啊等等 还是一个国际地位 你国际地位越高 你随子挨来的各个行业 应该是每个行业都是一样 都会更多的进步和受关注 香港它一直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属于东西合璧的 也一样会传承很多中国的文化 但又有很多的西方文化的交流 我做一个视团特写师也是一样 跟香港的设计师 包括香港的时尚圈的交流也是 应该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这个市场还是 能够步入国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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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